大家好,我是坦皮书 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6月24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受恒大牵连或者受恒大影响 这个普华永道 涉及到恒大财务造假一样 现在影响逐渐显现 据统计,截至6月22日 已经有30家A股上市公司 公告解聘普华永道 客户纷纷抛弃普华永道 这中间有很多大客户 就是说他那个审计费用 是千万级 甚至亿元级的大单 合计丢单金额超过4亿元 普华永道2023年 在A股援报审计客户 总数是107家 境内审计费用8亿元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他的收入来看 一半已经没有了 客户已经少了30家 还剩下77家 这77家恐怕都是一些小客户 但是恐怕还有很多 正在走流程 也要解聘普华永道 这是好事啊 如果审计机构参与到 山手公司的造假 然后被其他的山手公司抛弃 成为一个标配 或者成为一个潮流的话 那么我想啊 这些审计机构他就会珍惜 他就不敢再去参与啊 山手公司造假 这个对山手公司的治理 对资本市场的整顿啊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痛打落水狗 就是你只要造假 以后别想在资本市场 找业务 我们再看看其他房企的消息 天眼查法律 诉讼信息显示啊 6月21日 佳兆业集团 也行公司新增两条 恢复执行信息 执行标的合计 6.61亿余元 均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两案件被执行人 还分别包括 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 佳兆业地产武汉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分别为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汉中级人民法院 这个佳兆业集团呢 现存14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 被执行总金额超过303亿 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指望了 6月24日 港股美帝之业盘中一度涨超100% 突然翻倍啊 这个走势也非常引人注目 尤其是今天啊 这个房地产板块都在暴跌啊 截至11日发稿 美帝之业报6.34港元美股 涨70%成交额超2亿港元 总市值超90亿港元 消息面上6月23日 美帝之业公告称 公司拟玻璃产开发业务 改由不上市的美帝建业持有 股东可选择收取一股美帝建业股份 或收取现金5.9港元美股 上个交易日溢价57.33%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在香港上市的美帝之业 把它房地产业务剥离出去 实行私有化 为什么剥离 这个大家知道 因为现在房地产不赚钱 都在赔钱 房地产业务会剥累 山人公司的业绩 导致山人公司股价一直下行 所以它干脆把它剥离出去 私有化 说明美帝啊 还有想法 实际工程人恐怕比较有钱 这就是一个资本运作 把你不好的资产 从山人公司剥离出去 大股东把它借走 这个我在胡适反弹啊 尤其是房地产板块反弹 那个万科啊 从6块多 弹到9块多的时候 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说 大家趁着反弹 首先有股票的 有房地产股票的 赶紧抛啊 这给你机会 我想很多人看了我节目 我一再说 这个房地产是个西洋产业 就即便旧市成功 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 房企的机会没了 房企怎么可能赚钱呢 怎么可能还像以前一样 那不是做梦吗 所以你这个时候还拿着房企的股票 你想干啥 你还指着它能回到过去高点 是吧 过去那20年 房地产飞速发展 这房企的股票 股价在哪里 接下来这个房地产市场 它肯定是萎缩啊 你还能无限制盖房子卖吗 显然这个市场是在萎缩的 而且房企即便活过来了 它那个利润也没了 现在都在打折卖房 都在赔钱卖房 它那个利润都是负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帝置业 它把房地产又剥离出去 就这个道理 这个资产就是个不良资产 拖累业绩 所以说 这个房地产企业的股票 趁它反弹 弹的越高你减的越多 现在你看万科 又回到六块了 说不定还穿新低啊 又一家房企退市 房地产行业洗牌 仍在继续 近期继中南建设 世贸集团之后 内地又一个知名房企 终止上市 6月21日晚间 ST抵马发布公告称 重庆市抵马实业股份 严先公司 于2024年6月21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管于你终止 重庆市抵马实业股份 严先公司 股票上市 事先告知书 又一家房企退市 以后这房企退市 是一个常态 你还怎么能去碰 这个房企的股票呢 我们看看楼市情况 有媒体统计 截止到6月23号 15个重点城市 住宅销量数据 这个6月的23天 新房销量 同比下降45% 比去年6月份 下降了45% 就将近夭壮 但是25房销量 同比上升25% 25房目前是 以价换量 就是这些 20房业主 降价卖 20房确实 交易量在增加 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也说了 很多人不看好 把房子少赚一点 或者是少赔一点 赶紧出手 能润的就润了 如果是改善的话 就是把旧房子卖掉 拿到钱去买新房子 那新房子的交易量 同比也会增长 但是新房交易量 是下降45% 20房价涨 只能说明 很多人在套现 在不计代价 套现 在夺路而逃 这个形式 比较危急 已经很严峻了 不能坐在那喊 什么房地产起稳了 成都的数据 出乎意料 6月份 新房数据 下降到了 每天 221套 同比下降50% 也就是说 一直逆风飞扬的成都 6月份也不行了 直接腰涨 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就是成都的房子 涨价 涨不动了 到头了 再降价 追涨 杀跌 买涨不买跌 这个就是房地产的规律 我们再看一组数据 就是说 财政部公布的数字 2024年6月24日 前5月 就1到5月份 全国国有土地实用权 出让1.28万亿 同比下降14% 比去年还下降14% 跌幅 较上月 扩大3.6% 那也就是5月份 跌得更厉害 跌幅扩大了 于2021年同期收入 2.61万亿相比 下降了1.33万亿 那不就是少了一半吗 少了一大半 这就叫断崖式下跌 土地市场低迷 房企投资萎缩 卖地收入大减 土地收入持续下滑 2024年5月 就单独的5月份 全国国有土地实用权 出让收入 2274亿元 同比下降 超过25% 就是刚才说的 5月份的降幅扩大 为什么5月份降幅扩大了呢 原因有哪几方面 首先是房企拿地谨慎 就是房底不拿地了 无论是国企央企都不拿了 还有民营企业更拿不了了 没钱 拿地速度放缓 房企重金放在去库存保交楼危险上 其次是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分期付款 再次是土地供应下降 加上土地的流拍 底价成交 土地价格总体不高 最后是城投 国企央企拿地减少 目前全国土地市场处于探底深度调整状态 于商品房销售疲软 房企资金紧张 商品房库存 如土地库存高企因素有关 远未达到顶峰 总体延续持续下滑的趋势 说明土地市场没有见底气稳 最低点时刻没有过去 我记得是5月份呢 还是4月份 扑台了一个政策嘛 就各个城市 对吧 去化周期在24个月以上的吧 具体的我没记清楚啊 就是说你的库存高 你那个地方不准卖地了 就是很多城市啊 就是40多个城市啊 不都不能卖地了吗 这个卖地收入暴降 所以大家就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 现在国企的工资也在拖欠 地方政府占三人公司的资金 国家税务总局没有统一安排 什么查税 什么倒追 倒查三人连 但是分明各个地方啊 很多企业又收到税务局的各种 叫税务 什么清单 说一千到一万 都是卖地收入少了 政府没钱 就是让人疑惑的啊 让人迷惑的 居然还有专家建议啊 政府出钱 把这个开发商盖好的房子收除 这地方政府哪有钱呢 我觉得啊 地方政府恐怕的恨死这些专家了 一天到晚的瞎建议啊 各个地方叫非税收入 也就是伐贸收入 加上国有资产出租 出售变卖 这些收入还在增长 10%的增长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都在下降 6月24号 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不关于征集已建成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公告 明确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和双方自愿原则 拟由 政府显定的专业化国有企业 作为收购主体 以合理价格 在桂林市六城区 广泛征集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 看它怎么操作吧 还是喊喊口号 还是真的去收购 市场化 法治化 双方自愿原则 那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政府以市场价格 收这个已经建成的房企的这个房子 然后你又要降价卖给其他人 因为你是要做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 言下之意 就不是市场价 你比如说是 你8000一平米收的 市场价是8000一平米 你市场化就是8000一平米收 但是你要做保障性住房 你只能给人家卖4000一平米 或者你卖5000一平米 那中间3000 你要政府贴钱 政府贴得起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政府 恐怕都是喊喊口号 叫干打雷不下雨 只见楼梯想 不见人下楼 就像前几个月 闹得动静很大的 轰轰烈烈的 已旧换新 现在还有人提吗 一个月就换个100套 你换到什么时候 咱们能把房子换完呢 又有专家说了 中国从全局来说 房地产市场 不会像有人讲的要崩盘 已经是在进入一个筑底低稳的过程 一线城市为代表的地区 已经有了回暖的迹象 这个是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 特聘专家贾康 他在这个经济观察报 21届蓝筹年会上说的 大家看视频 而现在我认为 中央指导之下 政策转向之后 确实这个政策的效应在积累 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中国从全局来说 有把握地讲 房地产市场不会像有人 现在仍然讲的要崩盘 已经是在进入一个筑底 起稳的过程 而在兵货两天年格局之下 一线城市为代表的 这个景气最有可能提升的地区 已经有了风向标的回暖 全局而言 如果我们现在把保障轨的托底 和市场轨的筑底 并行的这个状态 进一步的优化 不仅不会崩盘 而且我们现在有望 在引导一个波动中间 比较缓慢的回暖 回稳和回暖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走向 更加合意的一个 中国房地产的运行状态 现在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的 回暖在指标上已经看得很清楚 首先一个说房地产市场 要崩盘 这个看你怎么界定 什么叫崩盘 你现在叫不叫崩盘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不叫崩盘 那实际上房地产 确实也崩不了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说现在房地产已经起稳 或者叫筑底起稳 我觉得说太早了 一线城市为代表的地区 已经回暖 这个更是日过早 香港全面车辣 现在是正好四个月 它的楼市 它的成交都已经回到了车辣之前了 怎么叫起稳呢 香港好歹也是面向全球的 香港都不能起稳 你说内地的这楼市怎么起稳 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刚开始 这个很多地方的房子 金融属性都要被去掉 只有住的属性 房价都要像鹤岗一样 所以说这才哪儿到哪儿呢 就这么急着宣布 注底起稳了 这新房销售都是腰斩了 都是二十房在成交 二十房就是那业主愿意降价 不挣钱了 少挣钱 房子卖掉 走人 都是在套现 你每次出镇子 就是 就一帮人套现 离场 我们再看看啊 最近啊 比较火的一个新闻呢 就是多地鼓励 退出农村宅基地 江苏安徽等地出台相关镇子 近日 安徽凤阳江苏南通湖北鄂州等地出台 鼓励放弃退出农村宅基地相关政策 引发市场关注 你比如说这个安徽凤阳啊 他是自愿放弃宅基地安置 并进城购房 在原宅基地归还农村 集体用于复根复肯 并开除原建筑物后 一次性给入五万元购房奖励 我看晚上有很多人争论啊 有很多人说 这个把农民的宅基地给弄美了 农民进了城 如果没有工作就变成平民 就那种住在平民窟啊 我觉得这个担心没有必要 是多余的 这个宅基地啊 要符合两个原则啊 就是一个是自愿 自愿什么 就是你愿意卖 你不愿意卖 别人不能强买强卖 第一叫自愿 第二呢 叫公平 就是你可以跟他谈价格 为什么是五万呢 为什么不是八万 或者为什么不是三万 五万是政府一口价 政府订的 就给你奖励五万块 我想啊 如果可以双方议价 就是我说 我认为我这个八万才行 否则我不卖 只要是本着自愿 本着公平的这个原则 没有毛病啊 农民凭什么不能把宅基地卖掉 就有很多人非常 就是我不知道他从哪儿 这种固执思想啊 就认为农民 你必须有个宅基地就在那儿 足足备备做农民 他的理由就是 你到城里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那你就饿死了 但是告诉大家 实践证明啊 他妈这城里面的人 没有饿死的 饿死的都是农民 所以说这些人就是蠢 他就没做过农民 他不知道 饿死的从来没听说过工人饿死的 也没听说过城里的居民饿死 饿死的都是农民 所以这些人 他打着保护农民的旗号 固定农民的身份 农民就在做牛做马 还有个实际情况啊 咱们说实际情况 就以我们村为例 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宅基地 已经成了无主的了 这个就要被村基地收回啊 这些人去哪了呢 无非就是进了大城市 他户口搬走了 还有的是搬到别的地方农村去了 也是户口搬走了 户口不在这儿 那个宅基地房子一倒 宅基地就要被村基地收回 别人用不了 他也不给别人了 如果说容输给人家钱 那这些人肯定愿意要五万块钱 那总比一分钱没有要抢吧 他拿五万他走了 现在是一分钱没有 村基地拜拜给他收回 所以很多人就根本就不懂农村 在那胡说八道 在那欺人忧天呢 农民的宅基地可以买卖 公平自愿就行 只有农民吃什么 他也不吃宅基地 有很多人他不知道 他以为宅基地 那宅基地是村集体的 你只是住在那 对吧 你祖宗八代住在那 那也是住在那 那个所有权是村集体的 你也不能继承 如果这个宅基地主人啊 他一个儿子或者俩儿子 或者一儿子一个女儿 俩孩子 现在俩孩子都户口啊 都搬到上海或者深圳进城了 那这个宅基地跟他们就没关系了 这个宅基地等着这个 这个人死了 这个地就要被村集体收回 不是你们家财产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懂 在那儿胡说八道 什么农民没有宅基地 就要饿死 就成为流民 那个知识要更新一下 对于农民来说 最好的是工作岗位 哪怕是一个小区的保安 都比他拥有两亩地强 哪怕是在城里面干个清洁工 干个家政 都比他有地要强 当然了 强买强卖那可不行 最近啊 这个很多炒房客 房吹啊 就是这个吹嘘啊 或者鼓吹这个房子 还要长的 而且要远远的 不停的长下去的这些人 似乎又死灰复燃 最早的这个炒房的导师啊 比如说欧神 现在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啊 大家可以搜一下 好像是破产了吧 但是人家早就安排好了 财产做了隔离 赚的是喷满钵满的 负债 他担着就完了 后面啊 又出现 比如像深房里这样的 炒房团火 后来也遭到打压 也就烟旗息鼓了 现在楼市不行啊 就是以这些人为代表的 这些房吹啊 炒房一族 好像又是洞开始抬头 死灰复燃 当年的这个 被打为牛鬼神神啊 现在又出来 大行其道 在各大平台又开始吹嘘啊 这房价也要暴涨 大家还是要小心啊 这些鼓吹房价还要涨的 无非就是想让你去接盘 现在还是鼓吹房价要涨的 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实际 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咱们这个楼市啊 大家要清楚 它是个结构性矛盾 就是有的城市啊 它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值 只有住的属性 同样一个城市 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样 对吧 你那远郊区远郊县 有什么价值呢 核心区肯定要是贵 对吧 这些大家心里要有数 但是总体上房价 它没有涨的基础 你只要手上有钱 你踏踏实实的等着 不要担心买不到房子 现在是买房市场 现在总体上房子过剩 为什么过剩 就因为是经济发展不及预期导致的 城镇居民啊 人均是1.5套房子 户均呢 1.5套 理论上这个房子是够的 为什么大家还要买房呢 就是因为你那个房子啊 不在老家吗 或者在别的城市 你现在在上海 你在深圳 你没有房子 在你工作的地方 你没有房子 房子错配 实际上啊 经济发展的越快 发展的越好 这种房子的错配就越严重 因为你今年在上海 你在上海买完房 干了三年 你突然你要去深圳发展 你在深圳也要买房 上海的房子卖不卖呢 那看你有没有钱 如果你实际有钱 上海的房子你就不卖 如果没钱 你可怕把上海的房子卖掉 跑到深圳买房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经济发展越活跃啊 大家买房的需求就越大 经济越停滞 大家买房的需求就越小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就如果咱们假设极端情况 整个的就经济停下来 你们农村的回农村去 按照这个三农专家说的啊 回农村去 大家各自回到原籍啊 你原籍哪里啊 是甘肃的回甘肃啊 是河南的回河南 城里的房子一下就空下来了 怎么可能还有人买呢 人人都有房 所以记住了 就是经济活动越活跃 经济发展越好 大家的房子的需求就越大 对吧 你从小城市跑到大城市发展 你在小城市有房子没有用啊 对吧 你在北京你要买房 所以说啊 你看目前的经济形势 这个形势下 房价怎么涨啊 大家都在失业 找不到工作 专家的号召咱们回农村 所以说你要有钱 你不用担心房价涨 所以不要被这些房吹啊 搞得心生不灵 焦虑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